從空拍的角度看 一顆顆高聳的洛宇松 由紅慢慢凋落 彷彿秋衣上心頭 在藍天綠草襯托下 讓人覺得心曠神怡 洛宇松的這個景裡面 就是彷彿自身山林 然後就是與世隔絕的感覺 對 在這邊很放鬆的心情 這條長達200公尺的洛宇松大道 就在基隆天外天富裕公園 十多年前 全身是垃圾也埋場 竟然搖身一變成了基隆的新亮點 環保局十年前 種植大約400顆的洛宇松植株 成功賦予250顆 成就今天宛如仙境的秋冬美景 在這個時間點 都會上來這邊走走逛逛 所以都會發現這裡的風景很漂亮 在秋冬這個時間點 然後如果寒流來 它其實隨著季節變化 就會變紅變美這樣子 民眾穿梭在一顆顆 葉片和羽毛大的樹木 日光從紅黃鄉間的真夜西風穿過 只可惜 接連幾波的寒流 今年的洛宇松 觀賞期特別的短 只剩下不到一個月時間 環保公園是之前在2011年接派的 那先前有跟前環保署 就現在的環境 進步了爭取經費 那我們來做整個場域的一個整理 那當時有植栽了400株的這個洛宇松 那經過十幾年的一個成長 大概目前還有剩下大概250株 那前陣子因為這個冷氣團 已經有做一些 洛宇松已經開始落葉了 那也整個落葉都變成紅色了 然後非常漂亮 那下一波的冷氣團大概也即將到來 民眾有給我們一些回饋 也希望說這邊的一個空間 能夠再做一些 其他的一個設施 或者是景觀的一個調整 那我們今年會做一些安全性的評估 會做一個整場的一個調查 那希望未來我們 能夠再爭取相關的經費 來做整場的一個規劃 不管是走入林間 還是在外面看各有不同的意境 過去想要欣賞 洛宇松美景 北部民眾大多會選擇 桃園、新竹和宜蘭 現在又多了一個基隆的新選擇 記者 黃紹明、基隆報導